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下时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境线 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 我们首先前往开渡河的发源地 巴音布鲁克草原 一进入草原 大家都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 碧绿的草原像巨大的地毯一望无际 让人感到新奇的是 这里的草原并不像我国中部地区草原一样一马平川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山间盆地 周围被雪山环绕 盆地中的草原既有浩瀚的平川 也有起伏的丘陵 破落有志 构成了一幅历史的图画 随形专家李一组 也被眼前的景致深深震撼 李一组 原新疆156梅田地质队地质勘探工程师 知名地学专家 专家说 巴音布鲁克在蒙古族语言中的含义就是丰富的泉水 草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库 有着众多的泉水和溪流 向导说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景象 其中有一种只有在草原上才能够出现的特殊云海 变幻莫测极为神秘 在草原深处的山崖上 还生长着一种美丽的石花 犹如神来之笔 巧夺天工 另外 在一些极为偏僻之地 还有一些奇特的动植物 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莫过于传说中的流沙河了 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 就有一段关于流沙河的描述 好过你流河呀 徒弟们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有关西游记中的流沙河 到底是哪一条河流 数百年来众说纷纭 其中较为集中的观点认为 流沙河就是开都河的下游 它隐藏在深山峡谷之中 环境险恶 气候多变 很少有人能够到达那里 为了一探究竟 考察组开始向草原中进发 虽然已是盛夏 草原上的空气依然凉爽宜人 向导告诉记者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泉眼 是开都河的众多源头之一 于是 考察组从草原腹地出发 向泉眼的方向行进 车辆逐渐离开了不可放牧的区域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原野 专家告诉我们 这里是草原深处 人际罕至 可能会看到一些野生动物 果然 没过多久 大家就看到了令人新奇的一幕 向导说 这里的汉塔非常多 他们啃食草根 对草场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此时 草场上的汉塔突然惊慌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它们的周围出现了一只狐狸 今天我们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上 也看到一个了不起的生物链 这个汉塔啊 破坏草场 把草根都给挖掉 而有狐狸就可以控制汉塔的繁殖 这时 草原深处几个移动的身影 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黄尔棱 看着狐狸 长尾巴呢 这不是汉塔 小狐狸 还有 我这儿就对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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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靠近一点 那我们靠近一点 慢慢靠近一点 我们再靠近一点 真不是汉塔 你得我这儿看吗 平常没有 这是忽略 我的天哪 真不忽略 通过长焦镜头 考察组看到 草原上 四只小狐狸 正在阳光下快乐的嬉戏 这时 小狐狸发现 有人正在向他们靠近 都好奇的瞪大了眼睛 导致着相同的姿势 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也许是距离较远的缘故 很快 小狐狸们又放松了警惕 继续玩耍起来 大家屏住呼吸 逐步向小狐狸靠近 看到我们距离越来越近 小家伙们飞快地钻进了巢穴 考察组发现 狐狸的巢穴 一共有四个入口 下面互相连通 李一祖说 这样的巢穴结构 有利于他们发现危险 并迅速逃离 在洞口附近 李一祖发现了狐狸的食物残渣 和粪便 嗯 臭糊糊的 这是小狐狸的粪便 这些动物的毛 大概就是汗塔的 来 专家解释说 小骨头 通过粪便 可以了解动物的食物来源 和这片区域的生态状况 狐狸处在草原生物链的高端 主要烈食对象是汗塔 这里的一切表明 巴音布鲁克草原 目前的生态状况良好 没有受到人为的过多影响 离开狐狸的巢穴 考察组在草原中继续前行 十几分钟后 到达了泉沿 这处泉水的出路点 面积较大 有五百平方米左右 但看不见明显的泉口 一些牧民陆续到此处取水 他们说 取这些水 并不是为了正常饮用 这个水能喝吗 能喝的 能喝的 没想到 这里的泉水 还有清理尝道的神奇功效 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大田 清凉 仔细观察之后 李一组对这处泉水的形成 以及具备特殊功效的原因 做出了推断 这由来啊 和我们周边的雪山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水呢 渗到草原的地下 而这个地方呢 又是草原 比较低洼的地方 所以这渗下去的水 渗这低洼的地方就出来了 形成一个泉 但是它从草原过滤过来了 肯定草原里头 那个土壤都有很多的盐泪 比如说消泪啊等等 很微量的存在这个水里头 人们喝了以后呢 会起到一种 呃 擅长的啊 这个作用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水好喝 但是不能多喝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形态各一的泉水 产生的溪流 从四面八方向草原中汇集 形成了流量巨大的开渡河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腹地 成就了一道最美的风景 记者看到 开渡河的上游 平缓清澈 很少有泥沙的堆积 那么 神秘的流沙 到底在哪里呢 向导说 这里距离传说中的流沙河 还有五十多千米的路途 由于地形变化 从这里开始 再往下 路就会逐渐曲折起来 河流也一改平缓局势 慢慢变得凶险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组继续向开渡河下游进发 在接近一个山口时 突然看到了奇特的一幕 他那地方是不是属于一个山口啊 就是山口 大湾嘛 非常壮观 就像一个木户 李祖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正是牧民所说的草原云海 大家惊奇地看到 神秘的云海就像一条横卧山谷的巨龙 爬匍于草地之上 成一条水平的直线 又如千军万马 在山谷中翻滚奔腾 李祖说 这种特殊的云海 只有在高海拔的草原上才会出现 京城的条件非常苛刻 即便是草原上的牧民 也很少能够看到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呢 有小雨 落到草原上呢 这地方最高的地方 水蒸汽蒸发 因为这里不够它不上升 就保留在这个地方 专家解释说 由于这里降雨较多 草原上会蒸发大量的水汽 水汽在上升过程中 遭遇冷空气 就会凝结成云雾 而当这些云雾上升时 又受到了山谷中水平济流的阻挡 于是就形成这一罕见的自然奇观 草原云海在持续了半个小时后 逐渐消散 翻越山口之后 考察组看到 众多支流在这片河滩中肆意流淌 难道这里就是流沙河吗 令人恐怖的流沙又在哪里呢 向导提醒说 你看河滩的表面都是地石 在地石的下面 很可能就隐藏着流沙 大家过河时一定要倍加小心 一行人在不满地石的河床上谨慎的试探 反复权衡之后 决定从一处地石跳桌 地面相对坚硬 水位烧浅的地方渡河 看着眼前的河道记得有些怀疑 坚硬的卵石下面真的有流沙吗 车辆在湍急的河水中小心谨慎的沉洗 值得庆幸的是 车辆顺利地过了河 然而当第二辆车尝试着再次过河时 却真的遇到了麻烦 车辆陷入了其腰身的河水之中 无法前行 大家不得不汽车涉水上岸 由于水流的沖湿 车辆在河道中越陷越深 凶猛的河水随时会把车辆冲走 为了尽快让车辆离开河道 考察组决定用已经过河的车辆 对背线车辆进行拖转 由于车头微微扬起 刺激巴士夫决定寻找车前方的拖车沟 眼见河水开始上涨 车辆在河水中越陷越深 刚才还能看得见大半个轮胎 现在已然全都没入了水中 如果不能尽快将被困车辆拖拽上来 用不了多久 上涨的河水就会将整个车辆淹没 为了尽快救援 考察组果断决定 已经过河的车辆从河中返回来 在河岸这边 从北部对背线车辆进行拖转 为了防止返回的车辆也陷入河道之中 司机选择了一条新的过河线路 如果这辆车也陷进去 后果将难以想象 车辆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最岸 司机巴士夫再次进入冰冷的河水中 尽力地在摸索着车辆尾部的拖车沟 由于河水冰冷湍急 拖车沟又隐藏在车底深处 摸索了五六分钟 拖车沟依然没有找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车辆尾部的拖车沟依然没能找到 此时大家是一筹莫展 该怎么办呢 难道车辆真的陷进了流沙了吗 为了找到车辆被陷的原因 这个考察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对车辆继续实施救援 另一部分人跟随专家李一组 对这里的河道进行勘查 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意外再次出现了 记者跟随李一组在河道边进行勘查 当走到一处 看似没有任何异常的河边摊途时 令人恐怖的一幕突然出现了 一身动就不行了 平坦的河岸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能将人轻易昏视 幸好记者反应果断及时逃离 看着很坚硬 但是只要那个脚你稍微晃一晃 然后马上就会陷进去 而且很深 第一下按的时候是很硬的 你看按不动 你如果再使劲呢 你看 就下去了 对 那我这脚已经进去了 进去了 这就叫流沙 流沙 流沙很危险 李一组解释说 流沙是一种独特的地理现象 通常情况下 它们会保持固体状态 由于内部饱含水分 因而一旦受到外力和震动 沙子中的水分就会迅速流动 致使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变小 沙粒也随之流动起来 这就形成了流沙 流沙会使看似坚硬的沙滩 液化变软 将行走之上的重物吞没 考察乘时 车辆正式陷入了河道的流沙之中 由于流沙对陷入物的牵制力 会越来越大 因而 必须尽快脱离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摸索 巴师傅终于找到了车辆尾部的拖车沟 好 太好了 这边找到了 由于拖车沟是活沟 因而此时 牵引绳一定要绷紧 否则一旦松开 就会前功尽弃 此时水中车辆的发动机仍然能够启动 这将大大有利于救援 好 动了 动了 车已经开始动了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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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历尽艰辛 车辆最终被拖上了河岸 为了避开危险的流沙河段 脱困后 考察组决定绕道而行 继续向峡谷深处行进 车辆顺着齐驱的山路 继续向峡谷深处进发 此时河谷边的简易路 越来越狭窄了 有的地方竟然是由木棍和松散的石块堆砌而成 车轮压着木棍的边缘行进 下方就是深谷 令人不寒而栗 最终 路在峡谷中消失了 汹涌的开都河 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 浪涛的轰鸣声在两侧的山峰间回答 向导说 这里是开都河峡谷的核心区域 前方已无路可走 不过向导告诉记者 从这里有一条侧路可以通到山上 路途中可以看到各种奇石怪草 有人甚至在里面见到过宝石 牧民们所说的石花也在那里 为了探明真相 考察组决定徒步向山上盘登 就在这时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危险正悄然向大家袭来 哎呦复射复射 剑脑袋 小脑袋复射复射 没错 剧毒复射的出现 让大家吃了一惊 李一组说 这里是纯野生的自然环境 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 大家要多加小心 考察组小心谨慎的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上盘登 这时道路越来越难走 脚下就是悬崖 最终我们在山边见到了神秘的石花 都是这个 都是 这些美丽的石花 有的像覆盖在巨瘦皮肤上的褶皱 有的像石头上长出的扇子 有的像海底丛生的山 那里都是土 你看这缝里塞的都是土 李一组告诉摄制组 这里的岩石也是古老的海底沉积岩 自然的变迁让他们到达了山顶的位置 由于经历过剧烈的挤压 他们产生了破碎 而山顶的位置更容易受到阳光风雨的侵蚀 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模样 而近在咫尺的开都和大峡谷更是大自然的立作 记者看到大峡谷上空云雾弥漫 磅礴之气震撼人心 你看我背后就是开都河 开都河两边都是高山 抖壁 开都河在这个山中间 成果 李一组告诉记者 大峡谷底部的海拔高度大约为一千九百米 两侧山峰的高度超过了四千米 从底部到顶端落差近两千二百米 站在山顶 地学专家李一组心声感叹 他说 如此震撼人心的大峡谷 在谷内并不多见 这条河把这山能够劈开冲出去 形成了今天这么壮观的开都河大峡谷 开都河在流行了上游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和中游的流沙地段和大峡谷之后 就进入了戈壁荒漠地带 他继续向东流淌了一百三十千米后 最终跪入了博斯藤湖 博斯藤湖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千米 东林炎热的吐鲁藩盆地 南面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 蒸发量极大 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淡水补给量 它将很快成为一座咸水 正是水量丰沛的开都河 让沙漠中的博斯藤湖摆脱了咸水湖的命运 成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自然的力量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开都河 这条传说中美丽的河流 是来自雪山的生命之水 它不仅孕育了风光无限的巴音布洛克草原 也让它成为天生当中的世外桃源 同时也造就了深邃的开都河大峡谷 最后在干旱的沙漠当中 建立了自己的家人 浩瀚的博斯藤湖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